大家好,这节课我们来学习建筑表现的场景细化 首先我们从鸟看的角度上来分析一下场景 第一点呢,建筑规划为主的植物和树 植物和树是怎样摆放的呢? 种树的原则是比例要合适 树形尽量选择不要太过于异形 树应该有随机大小和随机旋转方向 不允许一样的大小一样的方向重复种植 周边地块种树应该一堆一堆的基础上呢 散落一些单颗在间隙里 大家看底下的三张图都是鸟看的场景的树的摆放 那么我们再观察这些鸟看树的一些变化 当然说在大小上和方向上 它们应该是变化比较多样的 而且它们的分布是乘组乘带状的分布 然而行道树呢 应该是一组一组的随机分布 行道树可以小一些 那么中间地块的这些鸟看树呢 体积可以稍微大一点 大家看 上方两张图的周边的树 摆放的非常随机 而且是一组一组的分布在建筑的根部 那下方这张图呢 既有行道树又有周边的树 在体积上 行道树要小于周边地块的这个鸟看树 第二点呢 我们看一下人的摆放 除了树以外的 另外一个主要的这个元素 还有人的摆放 那么人的摆放呢 同树是一样的 应该一堆一堆的乘组放 尽量避免平均的摆放 靠近建筑和主要通道的地方的人 要更多一些 好 我们来看下面这几张图 左上角这张图的分布呢 人的分布是乘组的 也就是说 有疏密的关系 有些地方的人比较密集一些 那么有些地方的人就要悉数一些 不要平均摆放 右上角这张图呢 人也是同样道理的摆放 下方这张图 我们看一下 在建筑的主要入口 或者是建筑根部的人居多 而且在树密关系上 控制的也比较好 这样整张图面看起来 才是比较灵活自然的 第三点呢 我们来看一下车的摆放 建筑场景里面 比较重要的一点元素呢 还有就是 道路上的车辆 车辆的摆放呢 同人和树摆放 也是一样的 应该成组 应该有适当的量 至少有三种类型以上 那么包括公交车 也就是说 在我们实际的环境当中 在路上跑的车 应该是很多种的 我们为了不让它 有重复率 看起来特别高的时候 那么在车辆的种类上 可以尽量选择多摆放一些 而且就摆放的这个树密程度来讲的话呢 也是要跟树和车是一样的 要有树密变化 而且在真实的规律当中呢 在十字路口的地方呢 有些车应该是有在等红绿灯的 或者是有些车在通行的 这种规律 大家要把它记住 第四点呢 就是配楼或者是体块 那么我们知道 一张效果图当中 主要表现的建筑 应该是在画面 比较突出的中心的位置 那么四周 我们为了不让它特别空旷的话 要在四周配一些配楼体块 当然这些体块呢 并不是我们表现的主体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体块具体怎样分布 配楼和体块呢 应该是简洁而不繁复的 过多的细节呢 容易强调主体 体量是在体面关系明确的基础上 稍微透明以加以细节 也就是说 我们要给这个体块 稍稍的一些透明程度 太透呢 以至于体面关系 不会太清楚 所以说这个体块的透明程度呢 大家注意 需要去把握的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场景 具体怎样摆放 我们切换到顶式图 首先呢 从它的强化道路关系来讲 我们要先放行道数 首先我们选择一个树种 一般来讲 我们在做图的时候 行道数和周边的树 分别用两种树就可以了 我们找到 鸟看上面常用的一棵树 147 大家要注意 在我们经常做渲染的 必须要有一套自己的模型库 而且要熟悉这一套模型 以便于我们在摆场景的时候 可以提高工作的效率 我们单独显示这一棵树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实体显示 也是显示不出它的原态 因为我们这一棵树 我们进入修改面板 观察一下 它已经是一个 微锐的代理文件 微锐的代理文件 有什么好处呢 它可以 把模型简化 可以线框显示 大家看 如果线框显示的话 那我整个场景的数 摆多了之后 它显示的面越少 整个场景拖动起来呢 就越快一些 实体显示 我们在拿到一个模型的时候 如果它不是代理文件 我们可以把它转化成代理文件 那我们怎样将一个模型 转化成代理文件呢 我们首先导入一个树的模型 我们选择它这个线框 物体属性里面 应该它是用了 显示线框的这个功能 好 大家看 我现在把模型全部显示出来之后呢 其实它拖动起来是很慢的 因为面数很多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把一个模型树 转成代理文件 这样的话 它的面数会变少 场景运行起来比较快 我们先选中 这棵树 然后给它进行群组 打组了之后呢 我们在物体上 点右键 有一个微锐 Mesh 也就是微锐的代理文件 我们转化 好 我们选择第一项 在上面 找到我们需要保存的一个路径 也就是它代理文件所在的路径 我先保存在左面上 那么下面我们勾上这个选项 开始转化 它提示我是否存在这个路径上面 选择是 好 大家看 现在我的这棵树 已经被转化成代理文件了 在右方的修改面板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路径 而且名称 后缀名呢 是微锐Mesh 也就是微锐代理文件 我们可以让它 方形显示 box显示 那么一个代理文件 我们刚刚把模型转成了代理 又怎样恢复到模型的原样呢 我们看下方 好 再把它转换回去 大家看 这个地方就是它初始的一个模型 那么我们看这个代理文件 它的比例稍稍有些大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去调节它的一个大小 好 这个地方呢 它的大小不一过大 在10以内的范围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想等比例的缩放的话 在上方 我们可以在缩放上点右键 等比例缩放 50% 好 那么这个代理文件呢 就做好了 我们再看我们场景 这棵树 我们知道正常的行道树 一般都在6到12米之间 都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范围 那么我们现在先量一下这个树的高度 用一个box去衡量 我们看它的高是12米 好 如果觉得这个体积大了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代理文件 把它稍微缩小一些 我们再去量一下 好 9米 比较正常的 这样 确定好了树种和大小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种植行道树了 在顶式图上 为了让我的场景 拖动起来比较方便 那我先把这个 代理文件呢 让它box显示 好 我要布置行道树的时候 我主要看它的一个整个的道路系统 在人行道的外围去种植树木 那我们种植的规律呢 其实行道树它是比较成整齐的分布的 我们先画一个路径 在创建面板里 创建二维线 我们把上面的 产生新的物体取消掉 我们画成一根线 大家注意 在有人行道的地方 是不种植树木的 还有就是道路的转弯处 也不种植树木 画弧形 这边我们接着画 这里呢 我们依次把它的 行道树的路径画完 好 路径画完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选择到树 这里有一个快捷键 Shift I 阵列工具 那么这个工具 我们可以先选择物体 然后对路径进行一个拾取 我们把刚才画好的路径 进行拾取 拾取了之后呢 我们调整数量 大家知道 行道树的分布啊 距离 还是相对比较均等的 好 确定好之后呢 点应用 应用了之后 我们再去调整它的数量 就不会起作用了 布置好行道树之后 大家发现 这个行道树 都是沿着我们刚才 所画的这个路径 来进行分布的 我们把初始的这棵树 删掉 再把路径也删掉 好 这样行道树呢 就布置完了 但是有一个 问题 我们在布置行道树的时候 之前我们讲过 所有的树呢 都不要让它太过于呆板 又让它有随机大小和方向上的变化 那么行道树呢 我们可以让它稍稍的有一些方向的旋转 而大小变化呢 并不是特别明显 我们先把所有的行道树选中 在过滤器里 我们选择微锐代理 如果我们的过滤器里没有添加微锐代理的话 在自定义里面 我们去找到这个微锐代理 把它添加过来 添加过来之后 右方就出现了这个微锐代理 我们选择过滤器 微锐代理 选中所有的代理文件 那么场景中所有代理文件 就是我们刚才所布置的这个行道树 好 然后我再全部选中 现在呢 我们应用到一个脚本 我们在这里呢 导入这个脚本 这个脚本的名称呢 是随机变化 我们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 它是一个窗口 我们看随机角度大小物体 我们把这个讲究栏顶开 点开之后呢 我们之前选中的这个物体 就可以进行一个变化了 那么在随机角度这个地方呢 它是从-45到正45的一个角度的 随机的一个变化 那么缩放大小呢 上面是最小-0.2 最大呢 是正的0.2 我们把这个数值呢 调成0 也就是说让它没有大小上的变化 我们直接点变化 我们把这个套件关闭 好 大家现在再观察一下 现在它的行道树的布置 就不那么呆板了 有方向上的随机的一个旋转了 好 我们 恢复到原来的场景 那么我们的行道树 是否对齐到了 所有的表面上了呢 大家看 有可能有一些行道树 是在地面的底下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还需要利用到一个插件 将我们所选择的物体呢 放置到 想要对齐的表面上去 我们现在还是选择微锐代理 接下来呢 我们应用到一个脚本 这个脚本是扇破放树 好 这个脚本掉进来之后呢 我们看 有一个选项 物体对齐至所选表面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过滤器呢 改成所有 我们想对齐的是人形道的部分 所以说我们在选中了树木之后呢 我们直接用这个选项来拾取这个表面 好 大家看 现在的数目已经全部都对齐到人形道上了 好 大家记住我们所应用到的这两个脚本 现在呢 我们渲染测试一下 切换到相机视图 好 大家看 现在这个行道树已经出来了 为了让它不那么太死板呢 我们可以把有一些地方的这个树呢 删除掉 也就让它几颗乘一个组 几颗乘一个组 但是说大小上面呢 不是有特别大的变化 还有就是树的颜色 我们现在看 这个精度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 这树的颜色呢 其实是比较偏亮的 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树的叶子的材质 进行一个修改 我们在顶视图上 将一些行道树删除掉 可以稍微的随机一些 我们对整个场景的行道树进行调节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材质 微锐代理文件的材质呢 跟我们普通物体的材质不太一样 我们打开材质编辑器 拾取这个数目 我们看一下 它的材质类型是多维的子物体材质 那么这个材质呢 根据它的ID号 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树干和树叶进行分开 而且我们看 树叶的颜色在后方是一个标准材质 进入多维子对象材质呢 我们可以看到 可以分别用其他材质来转换 那么标准材质的这个颜色呢 就是树木的颜色 我们将这个行道树的颜色 调节的偏深一些 好 确定 反回来 我们看树干 也是一个颜色来代替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用作鸟看树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在标准材质的 固有色后方去添加贴图呢 因为在渲染的时候 有可能会渲染的比较慢 特别是它的这个树叶的面数比较多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颜色去代替 因为鸟看主要是看场景的一个大关系 好 我们返回去 在终制完场景的行道树之后呢 我们对这个行道树来进行一个分层 为了更方便我们操作场景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整个场景的建筑和树木分开 在主工具栏上方有一个图层 那么这个层呢 它可以控制我们这个场景里面的不同的物体 我新建一个图层 在这个地方呢 可以输入名称 我输入行道树 好 然后我把整个场景的行道树选择出来 编辑 通过名称选择 那么我场景里的这个行道树呢 是147 把所有的编号是147的都全部选中 选中之后呢 我们添加到这个行道树里面 添加到这个层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方便的对这个行道树进行控制 我们可以隐藏 也可以进行冻结 好 在理解了这个图层之后呢 我们把场景中的建筑也进行隐藏 因为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便于操作的时候 我们摆周边的场景的时候呢 这个建筑不会太卡 好 我们把建筑选择到 添加到建筑的这个图层上来 然后把它隐藏 实体显示 大家看 这个时候呢 我的场景中的建筑呢 就被隐藏了 所称的就是地形 我现在要操作的呢 是在场景中布置周边的绿化的鸟克树 我们再选择一种树种 而且周边的树的体积 我讲过了 要比行道树的体积可以稍稍大一些 那么我们再选择另外一种树种 大家看 这个树倒进来的时候 非常大 那么我们看是不是这个地方出错了 我们在它大小上改成10 还原回10的时候 那么它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比例了 我们单独显示它 量一下高度 15米 是可以的 因为周边的这个树的体积呢 可以大于行道树 好 我们将这棵树放置在这里 然后进入修改面板 对它进行现况显示 现况显示之后呢 我们可以将这棵树的颜色 进行修改一下 跟行道树有所区分 好 那么这棵树就放置在这里 我们现在应用到一个插件 种植插件 那么这个阿库超级种植工具呢 便于我们在操作这个比较大的场景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放这个周边的鸟看树 它的这个效率就比较高一些 我们看具体怎么样来应用 首先在这个地方 原对象把我们需要种植的物体呢 把它添加进去 148已经添加进来了 好 那么之后呢 我们看下面的一些选项 这个地方有个随机的移动 也就是说我们在种植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会有一个随机的位移 因为这个选项如果开启了之后 我们不好控制这个中树的位置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随机的移动把它关掉 那么随机的旋转我们这里可以改成45度 随机的缩放 0.1 好 现在我们就可以进行种植了 下方有一个交替种植 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里面添加了两种对象以上的话 它就可以随机的对两种数种进行交替的种植 那么我们现在只用这个一种的话 我们就只看得到一种的这个效果 我们先点击种植 注意种植的位置 我们看 这个边框呢 都会有一些重合的部分 因为如果我们把它的这个距离 拉的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下 那么在它实体显示之后呢 距离就会变得更大 所以说它就不会显示出一个组团的关系了 我们再讲到 周边这个树进行种植这个规律的时候 种植的原则呢 是成组团成带状 那么我们就需要将我们的树 种植的时候 挨着比较紧凑一些 下方还有个笔刷喷洒 这个地方呢 就便于我们种植比较多的这个树木的时候 我们只要按住鼠标左键不放 去对我们的路径进行拖动 那么这个树呢 就会顺着我们鼠标 所移动的方向来进行种植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间距 那么原则上是可以 树木和树木之间是有三分之一的重合 不要摆放的距离过远 好那么现在我们把所有的周边的绿化带的这个树木都摆放完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些树木摆放的一个规律 首先呢我们在摆放的时候 要让它有随机的方向和大小的变化 并且它的组成形式呢 是成组团成带状 那么比较密集的地方呢 我们就尽量让它挨的比较紧凑一些 那么空气的地方呢 我们就让它留的这个距离比较宽一些 这样的话我们摆放出来的场景才是比较自然的 我们切换相机视图 渲染测试一下 那么我们在渲染的时候呢 之前我隐藏了所有的建筑 那么我现在把渲染隐藏物体把这个钩勾上 然后来进行渲染 那么待会呢我们就会看到 整个场景被隐藏的物体呢 它都会被渲染出来 好 现在整张图都渲染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我们摆的这个鸟开树的一个位置 大小和位置都还算比较合适 但是有些地方出现了黑色的阴影 这个地方呢 待会我们渲一张比较 参数比较高的一张图来观察一下 我们看一下 这是我们最终的这个渲染的这个效果 那么场景中我们只摆放了 行道数和周边的数 并且我们要注意在区分它们的时候 应该把 并且我们要注意在区分行道数和周边数的时候 在体积和数种上要有所区分 那么在周边的这些数上呢 我们可以让它有两个以下的这个数种 那么场景中缺失的一些元素 还有哪些呢 比如说车 人 那么中心位置的这个绿化带当中的植物 应该怎样布置 包括有可能客户在需要我们在背景上 处理一些背景体块的时候 我们又应该怎样去处理 那么这些内容呢 我们放在下节课去讲解 我们下节课去讲解 我们下节课去讲解